下面要给大家讲的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内容叫什么呢 叫循环返回值 这个有点意思了 这个是Yard 这个什么意思呢 它是这样子的 它可以把For循环的内容 放到另外一个 这个集合里面并返回 那么它的基本案例是 将变力过程中处理的结果 返回到一个新的Vector的集合中 使用Yard这个关键字来进去区分 那这个呢是同学们第一次见 但是这种语法后面大家用的会 Yard 后面会用的很多 会用很多 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来同学们 时间的关系 我就直接走代码了 说实话 这个Skina的内容 其实它理论上说是比加瓦还要多的 所以说我们讲的时候呢 同学们也是有基础的 所以说像这个呢 我就不会特别的慢 就是说该走的地方 我就直接给它缩一下就可以了 看代码 那么看这里 我先做一个说明 我先做一个说明 一 表示什么意思呢 下面的代码的含义是 就是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主要是说明它的含义 这个后面同学们可以用到 它的含义是 将将对什么呢 对这个I1到10进行便利 进行便利 对进行便利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 同学们可以看到这句话的意思 一二的 一表什么呢 就是将每一次 将每次循环得到的这个I I放入到 放入到 集合 V 中 并 返回 给 而也是 就这么一点东西 那有些同学老师 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因为这个可以返回一个I 我也可以进行惩罚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要求大家将这个1到10便利 把它这个每一个元素乘以2 放回到一个集合中 这个就很有价值了 因为我这里面没有进行运算 注意啊 这个第三句话 我再加一句话 第三句话就是什么呢 就这个I这个地方可以加入一个代码块 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个过滤 或者是进行一个处理 就这个地方可以是一个代码块 代码块 代码块 这就意味着 这就 这就意味 这就意味什么呢 意味我们可以对I进行逻辑处理 或者进行我们需要的一个处理 进行这个处理 好 同学们我们先来看效果吧 先不说那么多 先跑起来再说 好 先跑起来再说 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得到Vector 而且这个Vector呢 同学们以前也是学过的 它也可以转成 其他我们需要的集合 对不对 好 现在我再举一个例子 同学们 我对它进行一个处理 比如说我乘以2 这样子相当于 对它进行每个元素进行便利过后 把它每个元素乘以个2 再返回给它 那这样呢 就变成什么了呢 同学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元素都变成了它的2倍 看没有 甚至 甚至我们还可以加业务逻辑进去 说老师 我还想加个一符一句 可不可以 比如说 如果I磨上一个2 就是这个元素 我想假如说 它磨上2等于0的情况下 我们就干什么呢 我们就把这个原来的值进行一个返回 如果它不是一个偶数 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返回一个0 或者一个其他类型 甚至我们看看能够返回一个字符串 就是我看试一下 就是不是偶数 不是偶数 对吧 你看这个好像它还 我看能不能用 先跑一下 跑一下能不能跑起来 你看到没有 这个第一个不是偶数 这个是偶数 这个是偶数 你看 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业务处理 这样呢 就比较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当然这种用法 其实在斯卡拉里面 不是单独的一种用法 斯卡拉最擅长干这件事情 听我说这句话 斯卡拉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把一个集合 整个集合交给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把集合里面 每个元素进行遍离过 最后把这个新的集合再给你返回来 他大量就喜欢干这个事情 那么你们想回想一下 你们在学Hadoop的时候 老师讲了一个文字 一篇文章 对他每个单词各数的统计 其实就是相当于 先做了一件事情 再进行二次处理 再进行处理 最后得到新的结果 同学们学卡夫卡的时候 老师是不是这样讲的呀 老师是不是讲过 卡夫卡最主要的功能 就行对数据进行 进行一个处理和勾立 得到一个新的结果 是不是 他这一面其实 斯卡拉特别擅长这种东西 就是一堆数据 一堆数据交给一个函数处理 那么函数对每个元素处理完了过后 他可以返回一个新的机会 甚至你可以再进 再进下室处理 再处理 再处理 比如压平 或者是折叠 或者是过滤 等等 后面大家可以看到这种 这种用法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这是他的一个特色 这是他的特色 我把这个特色也写到这里 这种使用方式就体现了下面的这个形式或者方式就体现出 体现 体现出斯卡拉的一个重要的语法特点 什么特点呢 什么特点呢 就是擅长 就是将一个集合中的各个数据 各个数据进行 各个数据进行处理 并返回给新的一个集合 将来你们大数据肯定经常干这事 就一堆数据交给另外一个处理 然后呢 每一个元素处理完了后又返回 然后再处理再处理 再处理等等等等 好 这个呢 就是他的一个用法 用法 我看这能不能再用一下 这边看看能不能再用一下 好 这个还不行 这个不能连用 有些函数可以连用 我先不去演示这么多了 好 这是我们讲的关于刚才这一节叫做什么呢 循环返回值的一个知识点 我给大家版书一下 好吧 版书一下 好 同学们 我现在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版书 好 刚才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循环返回值 对不对 好 我给大家罗列到这里 讲了一个基本的案例 对 讲了一个案例的一个说明 说明 那么这边是我们的代码演示 代码演示 好的 好 我把代码呢 也给各位朋友 放到我们这个位置 好 我这里总结了几句话 大家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咱学东西呢 肯定是由浅入深 对吧 也就是一点点来 东西反正都要讲清楚 讲到位的 好 这是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循环返回值 截取一段视频 这个叫做循环返回值